好三月份就是美国亚裔传统月快要到了 这全美华人都开始筹备 要用一连串的庆祝活动来这个欢度 这个重要的三月份 因此在东森新闻也特别请到了白宫 亚太裔顾问会主席 来说明美国退休人协会的服务 并且提醒华人民众要重视亚裔老人的权益 看美国总统夫人Michelle Obama 庆祝50岁生日 在推特上大方秀出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会员卡 这个拥有3800多万会员 全美最重要的组织之一 借此提醒民众多多利用协会的各种服务 How to keep your brain healthy Games provides games We all know we have to keep our mind active Recipes how to eat healthy healthy living Why it'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o exercise Economic security How to be able to protect your wealth How to be able to grow your wealth And really how to budget out financially Till the end of life 全面帮助老人生活更充实外 协会每个月还提供许多免费服务 方便老人家因应各种政府政策 尤其是报税 不只全美各州都有服务处 华人居住密集的南加州 也有华人分会 以及会说中文的义工提供协助 这么多年来就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华人 多多了解ARP 那么同时也能够自己受惠 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能够受到一些帮助 鼓励老人家活出自信 不放弃终身学习外 更懂得回馈社会 一起让世界更美好 欢迎更多美国亚裔退休人士 踊跃加入成为会员 东文新闻夜勇至吴中国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